八月三十就要开学到南岛管理员 丹一军特别教保理顶南邦国秀关心 校风已经准备好试 包括学校立刻营兴报地 学生团部创举另外教育部准备为本 送给学生、南岛管理政府教育处 也送给每一只学生一个经理题 八月三十就要开学 原来学校已经处乎国行的准备工作 保理顶南邦国秀 是全官人所上解决的国秀 这个学期南邦国秀有超过一百位新生 校风部地困境欢迎新生入学 大家好我是南光国小校长林曲德 非常开心快要开学了 南光国小这边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新生了 我们有准备一系列的迎新活动 让孩子先认识南光 那另外也这边提醒大家 开学了要收收心 希望大家能够早睡早起 好好的学习 南光欢迎你 校风为大门口开始一直到处下 創意的迎新报道 希望给小朋友老下好印象 今天我们来到了南光国小 那看到呢老师校长主任呢都非常用心的在准备怎么样来迎新 那我们后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鲨鱼的这个彩虹门 其实呢就是为了要欢迎我们的新生 那老师们用非常简单的东西呢去做出很好的一个效果 我想这份用心就是对新生最大的一个欢迎 那刚刚我们的教室里面也看到 那今年呢不但是我们的南投县政府 也加码给了小朋友一个整理袋 我们的教育部呢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本绘本 要送给小朋友 而且都是小朋友喜欢跟关心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县长的德政 这个让孩子们可以做非常舒适的符合人工 这个非常符合我们身体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椅子 两个月输家已经结束 好好让小朋友要小心 面对全新的学期的挑战 要用功学习扣业 记者欢迎看插方报道